女人也要做野心家 掌控人生更幸福 之前有个朋友我问他 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甜甜蜜蜜地说 他的梦想就是相夫教子 安心地当一个家庭主妇 后来他跟当时的男朋友结婚了 听信了男朋友那句 我讲你 持去了五百强的工作 安心当起了家庭妇女 可是好景不长 他老公结婚不久后 就在外面养了一个小情人 没过多久 他生了孩子 就跟他离了婚 这个朋友当时已经是疯掉的状态 但是没有孩子 也没有收入的他 只能重新去上班 可是与社会脱节太久 专业知识也忘得差不多 他已经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 另一个朋友 是一个小康家庭出来的女孩子 从小看了很多书 所以思想比较新潮 认为结婚靠缘分 如果碰不到合适的 暂时不及 所以他把自己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从不相信 男人会养自己的鬼话 越来越努力的在生活 后来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除了没有男人可以撒娇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男人可以撒娇 有一天 这两人相遇了 两个女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那个婚姻失败的家庭主妇 已经不是当年光彩少人的模样 眼神暗暗的 一看就能看出婚姻不幸的样子 另一个朋友 虽然一直被家里人催婚 家里的妈妈级别的长辈 除了埋怨他不肯结婚外 都觉得这孩子 至少过得很幸福 到后来也不再提起 相亲结婚的事情 觉得他只要幸福就好 女人的生活 其实掌控在自己手里 要做自己的野心家 也能赢得自己的幸福人生 感谢观看